我们都知道微软的Copilot是采用的OpenAI的GPT4模型 而且它采用了OpenAI很多的训练的数据 所以说它是未来最值得厚望的一款AI助手 目前它已经直录在Windows11的系统当中 但是我们Windows10的系统还没有直录Copilot 不过就在前段时间 微软的官方博客上已经公开 将在Windows10中引录Copilot预览版 也就是说我们Windows10的这个系统也可以直录Copilot 那么这期为大家分享如何让我们的Windows10直录Copilot这个AI助手 来实现Windows11当中Copilot的所有功能 首先打开我们的开始餐单 点击设置 然后我们打开系统 我们点下面的关于 我们可以看看自己的Windows规格 目前的Copilot支持的Windows10的版本 主要是专业版和家庭版 像企业版和教育版还是不能进行直录 再一个我们关注的都是版本号 我们的版本号要升级到22H2 同时呢我们再看一下它的操作系统的内部版本 是19045.3693以及以上才可以 所以说如果说你没有达到这个版本 那么我们需要进行对Windows系统的升级 我们再返回到设置界面 我们点击更新和安全 我们在这儿检查更新 让我们的Windows系统升级到最新的版本 强哥也是刚刚更新过 更新以后建议大家重启电脑 让这些更新生效 然后我们再返回到设置的主界面 我们找到时间和语言 然后我们找到区域 在区域这里面 我们的国家或者是地区 最好选择美国 或者是其他支持Copilot AI的 这些一个国家或者是地区 否则呢 有可能你的内容栏里 不能安装Copilot这样的一个应用 然后我们再次返回到主菜单 我们找到账户的选项 进去以后 我们确论我们的微卵的账户 已经登录上了 如果说你没有微卵账户 那么你可以在微卵的官方上 申请一个微卵的账户 申请的过程是特别的简单 我们可以使用Outlook邮箱 或者是Hotmail邮箱 然后我们再回到设置的主界面 我们点击隐私 然后我们在左侧栏找到诊断和反馈 这个选项卡 我们需要选择可选诊断数据这个项 因为我们Windows 10的预览计划 需要开启这一项功能 才可以实现预览的计划 选中以后 我们再次返回到设置的主界面 然后我们再选择更新和安全这个服务 然后在左侧栏我们找到Windows预览体验计划这个项目 然后我们点击开始 点击以后 它就会要求你连接一个账户 在这提醒大家一下 在这点击这个预览体验计划的时候 经常会报错 一般情况下会出现这样的错误 枪哥因为这个错误在网上解决了一天的时间 最后找到了一个快捷的方法 就是我们需要安装一个注册表的文件 后期呢 我会把文件分享给大家 我希望大家不会碰到这样的问题 然后耽误大家的时间 好 我们继续我们的讲解 然后我们点击这儿连接账户 在这儿我们最好选择一个微软的账户 然后这儿有一个预览体验的一个提醒 然后我们继续点击类 最后呢 它在这儿要求我们重启计算机 大家注意保存我的视频 点赞关注我的频道 否则一会儿你充气电脑以后 可能就找不到我的视频了 然后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已经实现了发布预览版的这个权限 这个微软的账户呢 我们可以提前在这个微软的官网 申请一个Windows预览体验成员的这么一个权限 很简单 打开我们的微软的这个页面 然后我们选择Windows10 然后我们点击加入Windows预览体验计划 好 我们再回到刚才的界面 然后我们看到 这儿有一个停止获取预览版本 也就是说 等Windows10的Copulate这个选项全面升级以后 我们可以不再使用这个预览版 我们就使用通用的版本即可 所以说我们可以把这个开关打开 它就会自动取消这个预览版本 让我们用这个官方的正式版本 那么到这儿呢 我们的设置就快完成了 不过大家不要着急 还有那么两个小小的步骤 我们打开浏览器 然后我们进入这个GitHub链接 我们需要下载这个程序 VIV1 我们点击右侧的发布这边 然后我们选择我们适合的版本 下面这个是Windows的版本 点击下载 下载以后 我把它复制到某一个盘的目录里面 然后我们解压它 这是我们刚刚解压的文件夹 然后我们再搜索这儿输入cmd 然后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我们需要把这个目录转到这个电脑的安装的这个目录 所以说我们输入cd空格 然后我们把这个目录复制下来 如果说你是安装到c盘 那么你直接可以用cd命令 如果说你是其他的盘幅 那么我们需要就是斜杠d空格 然后我们把上面的这个目录地址拷贝下来 输入到这里面 这样就可以直接转到地盘了 于是我们进入到它的安装目录里面 我们在这儿拷贝这个四段 点击回车 我们看到这儿有一个成功的提示 安装以后呢 我们需要充其电脑 一定要记着重启电脑 等我们电脑重启以后 我们再进入这个设置的页面 然后再次点击更新和安全 我们要多次刷新一下 看看是否要有更新的内容 一般情况下 这儿就会出现一个503.2.278 这么一个更新 如果没有 那么你可以看自己的更新记录 看更新记录里有没有那个文件 好 那么我们更新一下 好 现在我们已经更新成功 这个更新的速度比较慢 大家要耐心等待 一般需要十几分钟的样子 然后我们重启电脑 我们发现我们已经把KB503.22.78 这个升级文件升级上了 随后我们就可以修改注册表 然后我们再输入框这儿 输入Rigidit 也就是注册表编辑器 我们以管理员身份打开 然后我们打开第二个文件夹 展开以后 我们找到大型的Software这个文件夹 然后我们慢慢找 我们去找Microsoft这个文件夹 M开头的 就是这儿 Microsoft 我们把它展开 打开Microsoft以后 我们慢慢找 我们去找Windows文件夹 在这儿 把Windows文件夹展开 展开以后我们可以看到下面有一个Share文件夹 打开Share文件夹 好 我们重启电脑以后 我们在右下角就可以看到这个Coplet预览版的图标 我们点开它 我们看它是在桌面的右侧弹出来的一个对话框 如果说你没有开启VPN的全局代理模式 那么它是无法联网的 我们最好使用美国的节点 我们刷新一下 我们发现它已经成功了 同样它有三种的聊天模式 它非常的便捷 我们打开浏览器 它也不会占用浏览器的这一个边缘 我们把它关掉 浏览器自动伸展 我们打开它 试一下 请生成一个在雪地里玩雪人的中国女孩 我们点击 点击以后 它就会自动的跳转到 挨制浏览器的这个页面里面 我们看一下这个绘画的功能还是不错的 很多的细节都能展现出来 非常不错 然后我们再给它一个命令 女孩拿着一本书 于是呢 它把这个场景更换了一下 也是下雪的场景 然后有一个女孩拿着一本书 我们再问它个问题 微软的Coplet有哪些功能 为什么这么热媒 我们看它说了很多啊 它说微软的Coplet是一个基于零工智能的生产力工具 它可以帮助用户在Microsoft 365的应用当中 生成文档 电子邮件 演示文稿等等 也就是说Coplet已经直录到很多的微软的应用当中 这样呢 我们使用起来都特别的方便 我觉得呢它比ChatGPT更有优势 因为我们日常用的Word PowerPort 还有一个Sell 等等 还有邮箱啊 还有Teams 这些工具呢 它都集合了这个Coplet的功能 我们在这些应用里面 直接可以调取Coplet 让我们自由的寻问它问题 我觉得OpenAI的技术 受益最大的就是目前的微软公司 毕竟微软是OpenAI最大的投资方 所以微软也是OpenAI 受益最大的这么一个大型公司 我对Coplet的期望非常大